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围棋他算体育 是 对吧 所以您绝对算中国体育界的人士 没错 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缘分 就是李晶 我是说前段时间何振良先生去世了 所以我还看到过李晶跟他算是因缘很深 写过多篇的文章 所以我也想咱们能不能聊聊何振良 这个何振良我有一个感官 一个印象 就是有些人当然你们可能很熟悉他 但是我属于对他不太熟悉的人 甚至这部分人为数非常多 我们这部分人的感觉就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人 你一说何振良 都知道好像奥运会跟他有点什么关系 但是关于这个人完全不了解 甚至我一度误以为他是一个国际人士 他不是中国共产党这头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 还是组织里的人 组织里的人 对 你先讲讲 我觉得何振良先生去世 当时你好像很特别难过 对 我那天也在想这个事情 其实我记得以前跟我们同事之间聊天 就谈到我们做记者这一行 说做记者这一行 其实你的工作也是一样 其实是跟陌生人打交道 因为比如说像 你突然就被派到一个地方 你要完成一个任务 你就要必须去跟很多人去沟通去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 可能一年四季都在认识陌生人 但实际上能给你留下印象的 就先不说留下印象 就是说能有缘成为朋友的 其实很少 是吧 但是我是觉得我跟何老 真的是有一种缘分 所以我是现在想起来 我是真的是很难受 我就觉得我昨天还写了一段话 我说其实你认识的大部分人 最后都是相忘于江湖 我也采访很多人 可能过了几年 因为我采访的很多都是老人家 过几年 这谁去世 你心里就稍微那么难受一下 你看我跟他打不交道 但是很少很少能做到 就是一个人去世 让你难受的掉下眼泪了 我觉得何老就是其中这一个 我真的是觉得他真的是 我见到很少有个人魅力 然后让你感觉到你发自肺腑的 是去尊重他 我就说真的是尊重他 爱戴他的一个老人家 咱们先看看你跟他的这个流影 这是08年奥运会 就是开幕式当天 这是何老的夫人 对对对 梁阿姨 再看看下面 这个是08年 就是开幕式的当天 我看见后面 对对 人家批评我站字不对 这是他跟谁在会面 这个应该是国际奥运会的一个委员 名字我不记得 当时我后来写文章也提到 就是因为何老对我们很信任 对我很信任 对我们杂志也很信任 那天我要约他做一个 就是关于开幕式的一个专访 然后何老说 我这一天都是 因为他是嘉宾 对 就是不是忙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级别都很高 就是全都是一级警卫 说你怎么进来呢 他说只有在这个场合 你能跟我碰上 你坐上我的车 然后你就采访吧 所以我觉得何老真替别人着想 对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他 因为01年的时候 第一次采访他 那时候就觉得 反正就是一个采访对象 然后也是有点像粉丝的心理 跟这个电视上常见的一个人 照一张相 我也没想到后来 还能打过很多次交道 这样吧 这个是 他是早年 后面的那个戴眼镜的人 是他 他因为是法语 学法语的 对 所以他早年就是给领袖做翻译的 你再看下一个 给周总理 对 做翻译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 这个就后来是 应该在国际奥委会上的 一些场合了 对 就是萨玛兰奇 对 所以说你看 就我 我这个孤陋寡文的 我就说 我到最后 你看 他给我的印象 我觉得他是一个国际人士 但是后来呢 我才明白 原来是党的人 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是挺形象的 就像潘基文 现在是联合国秘书长 对 但他是韩国人 但是他 他并不受韩国政府管 是 那何老呢 我觉得就是 是个国际人士 但他是组织里的人 对 对 甚至你看 我现在看到一些话也很亲切 他说他当年跟过周总理 是 他说他一辈子都在学习周总理的 对 为人处事 是 你对何老的印象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 区域界的 我觉得对何老的最大的印象就是 一 在国际的奥运会组织里面 待的比较久 而他尽管我们派去的都是怎么说 要代表中国政府的 代表中国体育界的 但是我觉得何老主要活出了个人的色彩 在这个任务之中活出了个人的精彩 你能举出例子吗 什么地方显个人 比如说像在奥运会陈述 陈述申办 对 我可能是棋手思维 我觉得陈述成功 那当然是非常棒 对 最精彩像拿了冠军一样 其实我对何老的印象最深的 是他那次 我们不是陈述失败 就是最后争取失败 对 我觉得何老在回来的飞机上 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最难过了 这场比赛 这盘棋重要比赛 党派你一下 组织派你 这盘棋你输了 对吧 这么举国之力或者等等 那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何老在飞机上 回来的飞机上挨个跟这些 做过工作的人 出过力的人 在不停的讲 没关系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还有机会 说明我工作做的不够好 这点让我特别感动 但我不在现场 我是看到这个 我觉得 善败者不乱 就是我们说下 这点能做到这个是大奖风度 真你说 真到了那点了 那个有可能你去的时候 都赶上了你这个锦上添花 我觉得那个不体不完全体现大奖风度 对对 那何老我觉得那段给我印象的印象非常深刻 很多你说这次都失败了 你回来怎么交代 大概没心情讲了 他不 他挨个跟大家讲 这照片 这个挨个就相当不容易了 而且主要把主要责任赶往自己身上揽 这个也是相当大勇气和很大的修为 我觉得 对对 而且当然了 在咱们这个做媒体的一说就是挑事 一说起这个何振良 我有个印象 就围绕他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议 奥运会成功举办了 事也就出来了 就当时中国体育界一位大领导 是吧 写了个书 那个时候他们媒体都公开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说 关于这个何振良 是不是说 把你恰恰跟你说的相反 他就说是不是把这深奥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了 或者说是这个 太个人了 就不听组织的了 你这事你 你怎么看 刚才也讲到就是深奥 其实两次深奥 刚才江老师讲的是第一次深奥失利益的时候 就体现了何老另一面 然后其实让我印象深的 他是跟我讲到第二次 第二次成功了 然后他特意跟我讲到 他说他没有坐在那个飞机上 为什么呢 他说何老说的时候 我听着心里也很心酸 他说我也是读中国书的 古书的人 你不要去抢人家的风口 所以他也知道 其实他是受老百姓喜欢的 我觉得你说个人有魅力 这是我的错吗 他也知道 你像我是记者 我真的是很喜欢他 因为他替记者着想 我觉得他不是说一种功利性的 说我要跟媒体搞好关系 你帮我全 他不是 他就是这样的为人 他这样的修养 我觉得他早年比如说是在 那个上海那种教会色彩的大学里 就是他这种是一以贯之的 他后来就他身上有着很明显的 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的色彩 然后比如说他学习总理 就刚才您说了 他要跟 他说每一次宴会之后 他说总理他印象很深 都要跟厨师都要握手的 他我一辈子都在学总理 他就学这些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种修养 所以他赢得大家的喜欢 这是自然的 但是肯定有些人就会觉得 什么你成了叫什么深奥之父 因为当时有的媒体给他灌到深奥之父 就叫深奥之父 对 那有的人就不高兴了 深奥是你深的吗 难道不是我们组织 不是我们国家的功劳吗 父亲很多 对 不是你一个 对 所以何老其实那时候已经 他说 他就说我也是读中国书长大的 所以后来深奥成功的 回来那个飞机上 他是跟大部队分开坐的 他就怕一下来飞机 大家哗哗都去拍他 他那时候跟我讲的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难过 然后还有个细节 08年就奥运会的时候 他也是火拘手 而且他们最后的是那个 就等于体育界的元老 是当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吧 因为有个象征性嘛 然后呢 他那天跟我讲 他说我都很注意 我那天下车稍微跑了快一点 大家都替我鼓掌 他说我一看坏了 你又变成个人 我赶紧慢两步 跟着老同志一起 这样就变成大家 他很注意很注意 但是还是难免会有 就是别人就看你就 怎么就成你的了 就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啊 你看我经常有一些 特别幼稚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老想一下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我一直就想问问他 他就 他也是韩国 又叫代表姓中文 要露一面 但是这个问题 我都没想问他 我还能给你 他就想说 我怎么得到 他就不是一个人 还有你这么想看 我怎么做 还拿到 我怎么这么想看 你怎么这么想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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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具体抗议什么事 然后苏联老大哥 人家在毕竟在国际场合 可能这个经验比较丰富 然后说你们这个态度太激烈了 这么激烈 没人听你们 人家根本就不让你发言 说这样吧 为了避免你们态度激烈 被人逐出场 你们这场就不要说话了 就听我闻了 结果他后来他说 我才知道 你光有立场没用 你还在学会 用人家的语言来表达 要不你光是我抗议 我要争取国家利益 人家根本都不让你发言 你还有什么机会呢 所以我就何老这么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怎么会用国际的语言 又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 包括他很在意的是 你看这个萨玛兰奇和罗格 给他的 他离任的时候 给他的评价 就是感谢你为你的国家做出事情 就是人家知道你是代表你国家的 我不知道你像江老师 你跟瑞乃伟 你们在韩国都待了十多年了 对 你说中国运动员 他出去到国际场合去 你们受训练吗 或者说你们知道怎么跟他们聊吗 这个现在的人可能不受训练 也知道该怎么聊了 像你要是说 比如说这个 我是80年就开始出国代表国家比赛的 1980年 我们那次是改革开放的最新的一代 我们只学了一周 只学了三天半 在我们之前是要学一周 甚至更长 就是学政治 就学如何出国之后的行为礼仪得体 到最后 现在我们印象中 我就留下一句话 不管日本人 国外有人说什么 只要他说 这个北京很好 那你就要说 欢迎你来北京 欢迎你到中国来 我会在这儿等着你 其实我能接待吗 是用英语说是吧 没有 就中文 要come to Beijing 就是中文 学点日文 你就拿日文说 那我就想说 其实运动员 最早我们这个体制 是这样训练大家的 那现在大家都要体现个人色彩 尤其体育界 是最表现个人色彩 出去之后 你第一要遵守国际规则 那比如说我们到韩国下棋 你一定要在这个韩国区院的什么规则 你要先知道 日本区院什么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 你跟人比赛 其实你比赛下得好 人家一定知道你是代表中国的 你下得不好 也知道你不知道 就跟吴老师 这个日本人始终把他觉得是中国人的杰出代表 吴清源老师 吴清源老师 那我觉得回来说这个何老 我觉得也是 他把自己发挥到了最精彩的地步 那就替国家争取到最大利益 他说的是国际上通用规则下的语言 那我觉得这点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 你学习不够了 或者你的思 还没不到那个经验啊 什么的 你可能真的是你越体现你的立场 你越不容易给国家争取到最好的 我是看到就是后来你的一些报道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内部啊 这个非常诡异的形式 比如说前些年有个叫韩国的叫金云龙 金云龙 后来金云龙在韩国是怎么着 触犯了法律是不是 对 应该是会录是吧 对 会选 他当时是国际二委会的 是副主席好像是 级别也应该是位置很高 他在竞选 对 我看当时这个何正良先生 他自己后来这个对外的解释 就是说 说当时这个金云龙啊 本来就是让他联署支持这个金云龙当选 对 他就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如果他不支持金云龙当选 二十多票没了 对 而且他都 你看他这个之间都有对这个人性的认识 对 他就说 他说金云龙这个人 我了解 他会报复 对 他一定会不利于北京 对 所以但是当时啊 真的有点降在外 就说他没时间去请示 你看就是走廊政治嘛 就走不来 对对对 要不然联署啊 这当时就得答应 是 但是那是不是没来得及 向组织请示呢 就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关系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联署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我支持你 因为联署就是说你提名我 我必须要有五个人来提名 对 何振良算我一票 但是并不是说我 我是就是怎么说呢 他只是一个初级资格吧 就是你必须要有五个人联名以上 你才能有资格去竞选 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他只是去了联署而已 并不是说我最后就是投你 这个主席是我是投你的 他主席还是投署格的嘛 对 然后何老当时很很生气 因为我是他跟我很详细的讲了这个事情 他当时是很生气 就是说一个是他真的没有去去去投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何云龙 不是金云龙这一票 另外呢确实说这个事情 他确实是汇报的 说怎么可能不汇报呢 这个当然是事后汇报来不及了嘛 而且这个我觉得呢 就是说他还有他的一条性的 就是这个是国家系统 因为我也不太好透露 就是他实际上跟我提了很多 就当时北京市政府和国家 比如负责体育的这个领导人的名字 这样可能是他向他们打过招呼了 但是是不是这个体育总局领导认为 你也应该跟我打招呼啊 这个事情得跟我商量啊 你不跟我商量 说不放我 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这个事情就很微妙了 咱们也说不清楚是吧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在国际上难做人 我感觉就是他说这种 当时说有个领导还跟他讲 他就说那等于说我不变成两面派了吗 就等于说在为人上 我答应联署这个金云龙 但实际上我投票给俄阁 后来领导好像拍拍他的肩膀 说你就是做个革命的两面派 就有的时候 你国际上可能就是需要这种 怎么说呢 谋略 这个东西 你觉得是不是哪个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情况 我有时候设想就说 如果你可能要首先明确 你两个职能部门 是谁领导谁 或者谁不领导谁 或者谁平行的 那样就会好一些 否则的话 你做的是 比如你在国际奥委会是一套系统 平定成绩的时候 那么国家体育总局是另一套系统 实际上是 比如国家体育总局是 我的理解全民健身 代表国家争取最高荣誉这些 那么另一边 这个奥委会组织 是奥委会组织系统 那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矛盾 体制上 那么你现在不一样 你归属于国家体育总局 那么国家 比如如果说文涛 你是国家体育总局老大 我是在这个 我并不是你派去的 但是我是在你之前就在那工作的 那么我争取下来之后 最后还是有个功劳 组织关系在你这 那到底最后咱们俩是谁的功劳大 我们你可能心里会 就经常会想我 总而言之 我觉得何老从结果 或者从哪种看 他在国际奥委会组织里面 我们不用说了 他的魅力是这么大 能为他这样半期三天 那个他为国家争夺的这个荣誉 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就说明了问题 是 我希望我能听懂了刚才这些关系 但是我只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何老做人不容易 不容易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原型广告之后见 他当时为了证明 内部就国际奥委会内部投票 是所有的投票都销毁的 对 所以没有证据 你查不到你当时到底投了 所以他说我只能靠我的为人来证明 所以我觉得这话说的很好 那他以前你看历史上 就他两次全票当选 这个委员 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最好的证明 你看比如说在我看来 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那天还在想 真的就是随着他就走了 他如果是按现在的书上炒作 那他就多少惊贴秘秘啊 你要是按照那种炒作法 那不知道能爆出多少猛料来 你还真的是 他说一辈子学周总理 周总理林静权 把秘密带走了 最著名的跟邓颖超也是 邓颖超就说你心里有多少话 你说呀 周总理紧紧闭着嘴 什么都没说 就带着秘密走了 我真的是想 我说这何老其实也带了很多秘密 但是他可能也不觉得这是个遗憾 在他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觉得顾全大局 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是留下 应该是留下一个遗愿 就是我发现你别看他中国生 在这边的一个遗憾 对 对